台中一家水果摊在31号除夕发生了消费纠纷 当时一对夫妻疑似在水果摊买了一颗60元的凤梨花 结果认为太熟了跑来要换货 但是店家拿起来一看发现 这凤梨花不但是已经发黄了 甚至至少放了一个礼拜以上 加上他们家卖的凤梨花一颗要70元 而且上面还有撒金粉 店家认定跟他们所卖的样式完全不一样 因此拒绝换货 双方就为此在大马路上吵了起来 甚至惊动远景来现场关切 男子怒气冲冲大街上发下毒誓 还赶走店家客人双方你来我往火气都不笑 事发就在31号下午2点多台中水南市场这家水果摊 一对夫妻上门还拿着一颗拜拜用的凤梨花 说是太熟要换货 不过老板娘仔细一看 这颗凤梨花明明就不是他们卖的 摊商还说这对夫妻为了一颗凤梨花 一天两度上门坚持要换货 结果被拒绝赶走客人之外闹到连警察都来关切 摊商强调他们卖的凤梨花上头都有撒金粉 但这对夫妻拿来的不仅熟透还发黄 一看就放很久 最后双方各说各话 吵到没有结果 只大过年的这样一吵 对谁来说都已经上了和气 借台中做饭不到